北京时间8月2日晚,AMD公布了其在2022年Q2季度的营收情况 比起英特尔的业绩下滑,AMD这边可谓是赚得盆满不满 Q2季度总营收达到65.5亿美元,同比大涨了70% 而这也是自AMD上市以来,季度营收首次突破60亿美元大关 并为连续8个季度创下单季营收新高 首先在新产品上,AMD的CEO苏妈表示 为了延续Q2季度的好势头 基于5nm工艺的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将会在Q3季度正式上市 也就是8月到10月这个窗口期 并且企业会在8月5日特别发布会上正式公布X670、X670E的新系列主板 或许是在暗示锐龙7000处理器会提前到来哦 但这并未算完,苏妈还承诺基于RDNA3架构的RX7000系显卡 以及基于Zen4架构的全新骁龙处理器 也将会在年内如期登场并不挑挑 而针对于RX7000系显卡 AMD官方也正式确认 其将会基于5nm工艺打造 能效会在RDNA2的基础之上再次提升50% 并用上了全新的架构、小芯片封装以及无线缓存的设计 虽硬杠NVIDIA40系显卡还是可以碰一碰的 但最终还是考虑到实际的售价以及获延情况 所以各位就敬请期待吧 至于财报增长的具体细节方面 Q2季度的毛利率为54% 同比增长了6% 环比增长了1% 而净利润则为4.47亿美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7.1亿美元下降了37% 其中面向服务器CPU、GPU的数据中心营收为14.86亿美元 营业利润达4.72亿美元 同比增长131% 面向签用式的事业部营收为14.5亿美元 营业利润达6.41亿美元 至于涵盖PC、笔记本以及主板在内的客户事业部 营收则为21.52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25% 营收利润达6.76亿美元 同比增长26% 而独立显卡以及半定制游戏主机在内的游戏事业部 营收为16.55亿美元 同比增长32% 营收利润达1.87亿美元 同比增长7% 但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Q2季度的业绩远超预期 但对于接下来的Q3季度 MD并不看好 预计营收为67亿美元 仅浮动了2亿美元 这也是苏妈为什么在Q3季度搬出认识的主要原因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李强 我们下期再见